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在综艺节目设计 就是街舞中夺冠 韩宇积累了不少人气 很多舞蹈类节目都主动送来橄榄枝 最近韩宇就在准备武林大会的录制 直播中他表示这次武林大会的设置十分细致 很多符合街舞的元素 这次节目还跟任嘉伦一起搭档 看来一组新CP就要被扶正了 众所周知 韩宇还是一样迁徙 毅然装置中的一员 不久前毅然装置在这 就是街舞收官之后再次合体 舞台上他们融合多种不同类型的舞蹈 将日系和风雨超未来感音乐的完美衔接 可以说是燃炸现场 直播中韩宇透露此次所有成员的服装 从不了到设计都是千玺队长亲自跟进 衣领和别着的徽章上面都对应秀着毅然装置每个成员的名字 徽章中间的爱心里秀着软子也看得出千玺心思细腻 之前在节目中一样千玺怕队员较容易受伤 就送鞋给队员了 每次去看队员都会带暖茶等零食 每一个小细节都体现着暖心 不仅是正能让少年也是暖心的一队长 小编想说 毅然装置还缺人吗 不需要跳舞的那种 直播接近尾声时 韩宇再次为大家送上土味情话3.0版本 但是开口的一句 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就被直播间一千万粉丝毫不留情的拆开 整段垮掉的韩宇害羞的双手无礼 估计下次直播就听不到 土味情话4.0版本了 最后提醒各位 没有赶上直播的小伙伴 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观看回放 新鲜的土味情话等你来听 如果您不追面 估计就会顺便说